抖湖疫诊进行前 此期志工确保所有医疗器材全部到位 疫诊地点在抖湖甘榜笛丁岸国小 参与前置工作的海豹汇群学生 我们想要我们的家庭更有意义 这次疫诊集合不同州属的人医志工 提供超过六科医疗及家庭计划服务 因为怀孕对他们这些贫穷的人士来说 是一个负担也是一个危险 我们不能见到医疗医院 因为我们都没有钱 所以当我们还有一些贫穷 因为他们有职工 他们有职工 在医疗里面看到很多穷人没有证件 所以他们需要帮忙 因为他们不能去医院 所以我们要出来帮他们 他们有两个医疗医院 有两个医疗医院 一诊现场医疗设备是挑战 在众人协助下 医师成功完成脂肪瘤切除手术 这种手术通常我们在医院都有做 只是我是第一次在外面 在外面不是在医院的地方 做这种小心手术 口腔卫生是当地居民普遍问题 正确保养是根治方法 那个患者他是五岁的患者 他的那个牙齿是上面十颗 下面十颗的乳腰全都坏到完了 这种情况是因为 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 可能没有去观察他的牙齿的干净 这一趟人医会医师王诊时 也发现当地孩子的皮肤问题 可能他皮肤养色很久 发炎是反正的 两天的疫诊及王诊 看诊人数超过2000人次 近300位志工携手营造守护生命 带来新闻真山米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还有第二天的 摇浪 我 感谢观看